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新一節師兄陳述 今節請佛牌那些可以不用聽 我是想說給那些新手聽 因為經常聽到有些問題 不如解釋一下 對一些未接觸過南傳佛教的人 或者未接觸佛牌的朋友 又想接觸但又心思思 有件事寓而來不知問誰的問題 所以想講解一下一些佛牌 即是戴佛牌等等 常見經常都聽到的問題 講解一下 其實有些問題都聽過的 但都講一下 好像枱頭這些 這塊牌都沒有傷 因為當時是捐錢請回來 這塊牌很漂亮 這塊牌很漂亮 這個牌是在龍坡添間廟請 但這個是 咦 為什麼那個蓋掉 這塊牌掉轉了 放了 對了 廟是這樣的 255幾 這個8 7 我忘記了 隨便 後面有金拿半川經文 整篇黑了 那很多人都會問 戴佛牌有什麼禁忌 時間就一定會問 因為南傳佛教到現在搞了這麼多年 都還是被人覺得很邪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呢 到現在都是 那你戴佛牌很多時候都會問 我洗澡戴不可以戴佛牌 那其實老實說 洗澡又何須戴佛牌呢 我又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戴佛牌洗澡呢 你洗澡見鬼嗎 還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去旅行洗澡的時候 廁所有鬼 就戴佛牌掛在那裡 掛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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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佛牌又不怕你脫衣 你脫衣服 你脫衣服對著男女女 脫衣服對著都不怕 色加茅尼也有傘傘 它不會怕你的 但問題是 洗澡呢 即是你又簡易 又熱水 那些佛牌 雙牌之後 阿加力膠 全部雙牌都是阿加力膠殼 來的嘛 那就差了它雙金雙銀 那條邊而已 那你的膠殼 經熱水啦 簡易 這樣長期又整呢 其實老化的時間會 多了 還有在我之前有一節講 好像雜杜琴那些圓形的牌呢 你一冷一熱 那塊牌整天會脫的 即是會動 那所以就不建議別人洗澡 那你洗完澡就帶回 那你洗完澡就帶回 那時候你怕鬼 就掛在那個 那些 那些 不要跟那些內衣褲掛在一起 即是你純粹是掛在 掛在那個毛巾架 沒有衣褲 在 不是搭你搭著去的 那就可以了 不用怕的 那而呢 第二個就是 睡覺啦 睡覺大不可以 那其實老實講 睡覺呢 都是 不需要的 那如果你說 我去旅行 好像我以前 沒學神功之前 去旅行 真的睡不到 睡得不安寧 那人常常都醒 好像沒睡覺 那你帶著都 沒事的 但是小心 因為 那些牌呢 傷了之後 他不是 大哥 他的殼是膠 他不是不鏽鋼來的 你睡覺 如果有些人反睡 傻北派的睡 又 還有你條鏈 如果很長 又怕壓爆 那條鏈很短 就枯頸 那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怕鬼的話 你就把他發發放在床頭櫃側 都走的 那些鬼都發發放在那裡 走來搞你 怎麼鬼 所以睡覺啦 或者你在家裡 如果是睡覺 最好就脫下 如果說脫下 擺 就通常是掛在他 OK的 不要掛床尾 掛回床頭 記得不要用腳對著佛 那就可以了 那而 第三點 有些人說 就是 最重要的 搞事的時候 記得要脫下 你男女搞事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所說 就是說 如果你 好像傳統上 有些人聞些 神神佛佛在身上 其實是不好的 那你打力不是出家人 那你還有機會搞事的話 那我佛就夾在你中間搞事 那怎麼辦 不要啦 所以這個就 一定要記得要脫下 那 真的不記得脫下的話 我都聽過 試過有個朋友 說 哎呀糟了 我一時 脫不及了 真的好笑 那位女仔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快牌還有沒有力 我都回答不了 那因為這些純屬 你問我呢 如果純屬真的夫妻呢 我覺得都沒有破解 因為你沒有破五屆 夫妻那個不邪淫 屬於夫妻的情況 即是你還要在床上 但如果你說你不是夫妻 還沒結婚的 那你這樣之下呢 破不破這個邪淫 這個格子 我回答不了 找些大德問一下 所以如果你說 我都不敢肯定 我最好脫下 搞事不趕著一會 脫下再慢慢搞包 那之後呢 就有些人呢 就因為有小朋友的 那小朋友你知道 抱上身 左懵右懵 左踢右踢 右跳跳跳 那樣 好像當彈床 那樣 或者好像我這樣 那隻狗 那隻狗會踩上我的胸口 那隻狗一腳踩到佛牌那裡 那就糟了 是不是不行呢 那其實呢 除了人之外 大人大姐 小朋友踩到其實不怕的 沒事的 小朋友天真無邪 動物都沒有一個叫做 惡的心意去踩你發發牌的 所以這些呢 踏過的情況是不怕 或者跨過呢 是不怕 小朋友和動物之下 大人大姐 你就別走去踩發發牌 或者跨過發發牌 就不好了 還有有些時候那些人呢 似乎在 那些身上面呢 盡量記得 因為似乎你身和腳 是兩種不同的 那些褲子不同的 要求都不同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去踏骨的時候 都記得跟別人說 你不要跨過 因為我背部有師傅 有佛祖的九層塔 有印的 有師傅的褲子在那裡 踏的時候就不要踩背了 要不然呢 傳說有一件好笑 不是說這些似乎的事情 有個人 即是很久以前 我讀書的年代 有老師說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讀書 都喜歡紋身 我都不是一個乖的學生 有一個人呢 就是他身上有個關帝的紋身 有一次過馬路被車撞的時候 真的沒事 哇 完全撞完之後 被駕駛駛 那些貨駛駛撞了一夜 飛到好遠都沒事 他不死 那我就撿回身彩 關帝爺保佑 那好吧 跟著那個人真的不懂死 真的要踹骨 踹骨之後 那個骨會一腳跟他踩背 一踩馬上吐血 就馬上死了 所以各位網友知道 為甚麼人家說 不要踩個佛牌 不是你無端踩個佛牌 你不要跨過去 這個就 記得了 所以就 小心了 而剛才所說 不戴的時候擺邊 其實你家裏本身 如果沒有神壇的話 你找個地方掛高高地 或者門口 窗口 那些 那些氣口位 就當作保護回家的氣場 那如果你說 不是喔 不想爸爸媽媽 或者不想四處掛 那你掛房都可以的 就不是你在衣櫃外面掛都可以 沒有甚麼所謂 就算你掛衣櫃裡面都可以的 不過就不要那些第三褲放在一起 那如果是房的床呢 你是掛槍 如果房是床 就掛床頭 不要掛床尾 擺的地方都是 不要擺床尾 所以因為你對著他的腳撐著睡 你不計 不跟你坐 你說我梳化 我對著那位是神壇 不計 因為你腳硬硬是這樣對著 但是睡覺 根本上腳是伸直的 那最好就不要這樣擺 那其他有些人說 擺高過腰不低過腰 去這樣算 其實就是一個尊重的 如果你說我擺佛佛牌 如果我家的櫃 本身我的櫃都是低過腰的 那我擺一個櫃面 其實就 不是很大問題的 因為老實講一句 你擺在一個櫃面 它都高過你的了 除非你自己的人擺上櫃面走 如果不是其實它都高了你一級 所以其實我們叫擺高過腰的 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如果你說我家的櫃 好像現在的電視櫃 本身其實都不是很高的 你都可以擺一個神像在那裡 那你走過 它都是對你少看了膝蓋 那是不是叫做飯界呢 其實不是它高過了你的了 所以不怕 如果你倒過來想 如果我這樣是飯界的話 那如果我擺一磚 高過人的釋加茅尼佛 那它的底座都沒有辦法高過腰的 那如果高過腰它是不是頂頂 或者頂都不夠擺 那是不是又要飯界呢 那不是的 所以這個是籠統的說法 只要你它擺的地方是高左上去就可以了 你不要貼地擺 不要擺地下就可以了 我試過有個朋友 他尊重到一個程度是 佛牌不擺椅子的 因為他說椅子是我們坐過的 所以不好 他擺佛牌擺桌子的 這樣都有 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就是叫做 大家尊重的心去到幾大 如果你的尊重心 我是去到很大 我一定要擺個高的腰 這樣你就不擺個高的腰 但是一般的解釋方法 其實就只不過是籠統的說法 那而呢 我想 有些人會問 請個佛牌回來 一塊牌 要什麼供奉啊 我只是這樣請佛牌 只帶他幫我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給他一些什麼 那其實當時師傅開綱的佛牌 是方便法門來的 就是給你帶的 就是知道你不供奉我 就是知道你不拜神 那就擺佛牌帶保平安 就是世間的東西 貪親癡我要錢 那就是請佛招財牌 要人緣就請回去昆平 招人緣牌 那他幫不幫你 他幫到你 那就幫了 那至於你說要什麼供奉 是不用供奉的 佛牌是不用供奉的 那因為你不是請個供奉磚塊嗎 供奉磚就說供奉 你的名字已經是供奉磚 就要供奉 如果你有佛牌帶的 純粹帶不用供奉 但是如果你說 我請到一定數目 請一下請一下 十幾二十塊 三十幾塊 四十幾塊 擺到整個位都一個壇 一個一個 你不可能一天 帶三十幾塊牌出街 骨子 找些架 一層層的 那個boot tab黏到 它凍凍起來 那你覺得那個位都很大了 即是能量都很大了 很滿天神分 都放在那裡了 那如果是想供奉 你就裝一下香 佛祖就供奉一杯 兩杯水在那裡 佛祖用清水兩杯供奉就可以了 可以不用香 不用聖都可以的 因為佛教八供裡面 其實你自己選擇 兩杯水的意思 是一杯給佛祖洗腳 一杯給佛祖飲用的 所以在八供裡面 花香燈圖廣落水水是兩杯的意思 八供 那你八供不用擺齊八供的 因為 我去看風修士 有一次有個客人 這個題外話 其實我覺得 供奉這件事 你的心意隨心得 即不是說你隨便 而是你 那個人不要太過執著 因為如果你八供擺齊之後 你 有好做 即是你擺完之後好的 那當然好 如果擺完不好 你就會說 擺一塊八供齊了 花香燈圖果落 擺齊給你 擺完你都沒有功效 那你幹什麼 那你又會罵 這樣的情況之下 後來那個人就是 最後呢 他擺黃財神 擺八供 擺一兩年 他自己都說沒用 後來他又不擺 整個黃財神都扔了 所以我覺得無謂 所以如果你說清水一杯 每個人家裡都會清水的 對不對 你找兩杯清水擺在樹 水油水可以了 不用煲過水 最好不要煲過 那我供奉 香的你喜歡裝就裝 不喜歡裝就裝 不要裝 花的話你喜歡買就擺 不喜歡你自己下街就行 再不是你不擺都行 沒所謂 佛祖 不是要你這樣供奉的 其實你佛祖是要你 不如你念經好了 不用供奉他的 所以就不用這麼繁複 Sorry 那而有些人呢 開始戴大蝦之後 戴到不是一塊 三五七九這樣戴 那傳統以前呢 有些牌商都會說的 戴佛牌一定要單數 不可以雙數 那他有個理論 就像那些人做生意那樣 兩個partner就不要做到三個partner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咬起來 二對一 你每天一比一 那最後決定那個決策 誰決策 那所以就有這個說法 那但是在泰國傳統裏面 泰國的人說 沒有什麼所謂 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 例如你正面戴三塊牌 後面的頸又戴一塊 那已經四塊 是雙數來的 那又不行 那是不是有問題呢 其實他拿一個平衡的 就是你戴一塊兩塊 你不會戴兩塊左右 一丟丟丟丟丟 不知道怎麼擺 那一塊之後就兩塊 其實泰國佛牌 有一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到 不好意思 天氣乾燥 泰國佛牌呢 是導致人更加貪心的東西 但是你要戴到一個地步 慢慢你才放下 就是呢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戴佛牌呢 一塊 三塊 五塊 我最高峰的時候 大概戴過好像 八塊牌的新東西 就是戴到頸都歪了那種 因為貪心 就是你請一塊筍笛 然後請一塊四面臣 然後請一塊象臣 然後請一塊軍平 然後又不知請我什麼 然後弄多兩塊 然後前面戴滿 就帶一塊在後面 那你根本上就做了一個人的貪心 你人貪到那個地步就是 樣樣都要 那就搞到 三六七這樣戴上去 其實就 如果純粹講雙單數 就沒有這件事的 只不過我就覺得 那些人就 不要太貪心 還有有些人都說 你戴這麼多塊塊牌 你都不知道哪塊塊牌的力是強的 哪塊塊可以幫到你 其實你戴一塊 戴到它 咦覺得這段時間 運氣開始不好了 那你就換了它 找個第二塊回來戴 那就行了 沒所謂的 你戴一塊塊牌 其實你都不是一塊塊牌 青塊牌的人有些上癮 青青蝦就很多 所以你就逐塊戴 不要說一次過戴上身 那就糟了 戴了頸都斷了 戴了幾十塊牌戴上身 難道不通 所以就不用這樣去想的 而也有聽過有些人說 必打和拉虎 是不是要掛頸後面 就是掛後面的牌 因為說擋 擋東西 擋小人 擋成的 那其實是沒所謂的 但是我聽過有個阿讚開的拉虎 是陰塊拉虎來的 他平時戴那塊拉虎就擋在前面 那個人只是戴一塊拉虎在前面 那當他覺得那一陣子 好像有些人在背後搞搞陣 說是說非 他將那塊拉虎 放在後面戴的 那他說他是這樣有功效 就是說他覺得是這樣有幫助 那但是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必打和拉虎要擋在後面呢 那我覺得應該不關事的 那泰國人也是必打掛前面的 你看葉敏不止第三集 那時候太太跟他打的時候 必打就掛前面的 那所以沒有說要掛後面的 那所以沒有說要掛後面的 只不過有些人心理作用 覺得背後有人搞屎搞非 那你就放在後面 你覺得舒服就可以了 不要緊要 即是沒有指定 那而我覺得 我覺得在很多的身手裡面 經常都會最疑惑的一件事 就是陰牌和正牌的問題 那如果你說你個人是偏向很害怕 很害怕 即是有些高靈人士 靈異體質的人士 對陰牌是極之敏感的人士 那你請牌的時候 就分類些 即是你請那些 筍笛是有陰牌的 因為我不會跟你說筍笛 是一定沒有 因為筍笛那塊隔刀皮 是有陰牌的 有落陰料的 也都有些筍笛裡面 是加了一些和尚骨灰 所以我不敢肯定 筍笛不是百分之一百沒有陰牌的 但好像我之前有一集說 鷹臣是百分之一百 你不會夠有人把陰料放進去 又例如好像 或者你選一些金屬牌 金屬牌放陰料的機會 即是你不要金屬牌 又有些油在樹 你不要了 或者金屬牌捲兩條符 你也不要了 你純粹是金屬牌 那你例如你四面神金屬牌 它怎樣放陰料 你都 即是你當它說是會融一些骨 你怎樣融完之後 骨都化了灰 不就變回泥土 那那些都不知道叫陰不陰 那那金屬牌就比較 落陰料的機會率就少了 粉牌如果你接觸你不熟的話 粉牌落陰料因為容易 它本身就是粉的 搓在內都很容易 所以就容易一些 還有陰牌都容易 有些體體都容易一些 這個可以甩出來嗎 即是像這些筍笛 你看它 塗舞的線都會整齊 這些叫新的基額舞 基額舞 很少有阿鎮找基額舞 阿鎮通常手押沒有 因為它出的廠 出的數量不多 那它數量不多 它自然不會找到工廠做 自然找不到工廠做的話 那它自己手押呢 可能它落東西內就會很狠 因為它落什麼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機 你不會把那些陰料 給機和它押 不會啊 你一出幾千塊的機廠出的 你難道拿一塊骨給它和你押 它不會和你的 不會和你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工整的線條 那些 它落陰料的機會率都少一些 所以如果有些網友 真的很怕陰料 陰牌 但又想帶佛牌的人 可以留意一下找一些金屬的牌 或者你留意一些線條 這樣又會清晰 就知道大概會不會有陰料 真的很怕的 就答應了 約師佛 約師佛沒有陰料 沒有見過陰料 那另外那些 或者欲佛那些都不會 因為欲佛以前不是很多人帶的 王族才可以帶的 所以那些不會有陰料 那那些不用怕 那看看先 如果有些人 去到一間佛牌店也好 去到上網買的 那我覺得新手需要問的一些問題 應該是有些智慧的問的 就是什麼呢 你請一塊一塊牌 你需要知道的資料 其實最起碼一定要知道它是什麼廟 就是這塊牌是什麼廟做的 你一定要問那個牌 或者叫做網友 上網賣你問那個人 賣給你那個人 這塊牌是什麼廟做的 什麼廟 連份它未必confirm都不敢肯定 因為連份有時候它記錯一年半年都不奇怪 什麼廟什麼師傅做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好像我這塊 我在肥添那間廟請的 但它這個不是肥添間廟的 它當時是屈臟的 我記得是 那屈臟是捐錢的 就是派很多出去 所以就放在哪間廟有人去看 這樣就捐錢 這樣就捐錢給我 所以我知道 我這塊廟是肥添間廟 但是屈臟的牌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師傅 因為它是達佛會 那些叫做慈善牌 所以這些就不要理會是什麼師傅做 但是因為你知道什麼廟很重要 為什麼我經常說 為什麼要知道呢 就是我經常處理的那些就是 那些人大量大 哎呀我不大了 接著呢就給你 哎呀我請了 我問你這塊牌是什麼師傅做什麼 有時候那些牌的樣子 你經常見都沒見過的那些來的 那我都要知道你那塊牌 起碼叫做 是阿讚 還是和尚開綱 我才處理的方法有些不同 大哥是不是 和尚我直接拿去泰國 讓它搞定 阿讚可能如果你說這樣搞 可能不然 一家人可能我們又要 送它先走 那所以就要清楚了 所以請牌呢 就不要那麼隨意見到之後 哎呀我隨便請了 這樣就算了 所以清楚一點 起碼什麼廟什麼師傅就最重要了 嘩十九分鐘 我分了一下 哎呀算了 說完了 上載了 然後呢 之後再說 就是 那你選牌了 那如果新手 我的預算 我又不是說 我又未接觸過 那我又不知道 這到底好不好 我買一隻勞力士 我知道這隻錢 是不是 大哥我現在買一塊 那塊東西 又不是可以馬上賣出去的 什麼功用 我又不敢肯定的 如果貴的 我又不想 但是怎麼請牌會好些 或者我要怎樣呢 其實首先呢 我覺得請牌有兩個意識的 第一個意識就是你走到一間法牌店 那裡 你看一下牌 你可以不用讓牌看見到你 你看一下嗎 即是你不用供進去那門口 人家放在Dispit那裡看一下 你眼的focus 先看了什麼牌 即是你 例如眼的focus 看了到筍笛那裡 那你就 一直都是被筍笛吸引你 即是說 其實你的 你的 運程也好 那塊牌和你的collect 是collect了筍笛這件事 那之後你才去想筍笛 因為筍笛的range 都是很大的 從幾百元到幾十萬塊都有 那你才去想 我怎樣選這塊牌 那至於選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 例如 可以筍笛這樣為例 阿賞多 請不起 對不對 那我就請回阿賞多間廟 阿賞多間廟 阿賞多間廟 那些牌 那些牌 例如我請了四面神 我見到四面神 那最貴的那塊 可能屈蕩 我知道很貴 或者阿賞多間廟很貴 那我不請那兩個師傅 那我就找回四面神 其他師傅做的 例如 人家說他出名 就請一個 人家就請一個 人家就請一個人 你都是找回 類似四面神名師 你上網找到四面神名師 一定有一個list 給你看到 那你去這樣的方向找 出來的效果應該會 因為你和牌有collect 就不要純粹聽人說 請坤萍 招人員 請坤萍 請四面神 等等 那些是人家說的 人家用 我和你講 我用我的心態說 坤萍是十大不受歡迎的佛牌 難道沒有人帶嗎 有的 有很多人帶的 但是在我的接觸上面 沒有人請 那我就覺得他不受歡迎 但不是他不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自己接觸佛牌的時候 那個connection 可不可以connect到你自己 這個就是 對一些新手 請牌經常都會遇到一些 因為花多眼亂 你一個牌坡裡面 數百個千塊牌放在那裡 你根本上是不會知道哪塊牌打哪塊牌 你聽完他講 還要最壞的是那些牌坡 通常放在那裡 就是沒有價錢的 你問他這塊 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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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這樣而已 他都沒有價錢的 他只是說的 他可能看你 看你像不像羊股 身上有什麼碼頭 你帶著一隻撈進去 做多幾條 金頸捏進去 那他當然會刺你 難道別人說三塊 對不對 那正常 因為你不識 你識的話不會 你識的話 問他什麼廟 什麼年份 什麼師傅 你知道一聽的時候 你不用馬上買的 你就出門口自己按一下電話 看看找不找到那些師傅的資料 然後按一下那個樣子 有沒有那個碼頭的樣子 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請牌當然是不要心急 請一塊佛牌 你不是隨便買一棵賽 對不對 那 最後呢 講一講 可能有些身手 真的覺得 不知道 其實 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就帶一塊筍笛 或者人魚 就帶一塊坤萍 如果你說 我真的 很多東西想要 我又想求賽 我又想盛領這些老老 我都想要 那不用帶到全身都是的 找一塊四面神戴 就行了 四面神都求得到 那如果說 有些人是 主要是做一些 要出名的行業 就是要人認識你的行業 那就帶個象神 那就會好些 象神求名譽 那有些人說 我是做一些 要有idea的工作 想事多的 那有些律師都可以幫到手 律師祖師裡面有些律師可以幫到手 或者有些picture很厲害的 律師都有幫 都有這樣的功效 那所以就帶佛牌 新手多多去研究一下 其實泰國佛牌不邪的 有多邪 是那些人搞到泰國佛牌很邪 其實泰國佛牌一點都不邪 我這些牌 你知不知道我拿去泰國呢 我之前有一塊牌 我雙渴的時候 我這樣手指 這樣拿著那塊牌 按著頭 那個頭 那人馬上一手拿著我 喂 他說佛牌不可以碰著頭 不尊重 這樣的 泰國人對佛牌 所以有多邪 不要給那些什麼線去掩護佛牌 先 佛牌一點都不邪 他說的話 全部都是邪 所以這就是這樣 師兄陳述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聊 拜拜